今年已经是我在俄罗斯留学的第四年 这些年在这我见识过感受过不少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迷惑的行为 那么看这一视频你可能是这样的状态 那么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俄罗斯人的五个迷惑行为 俄罗斯人在家养猛虫不是个例 养熊 美洲狮 老虎 狮子 鳄鱼 灰狼 品种繁多 一个比一个猛甚至都养到了B站 未来B站的动物专权那绝对是俄罗斯人的地盘 俄罗斯人喜欢养这些动物并非主动的去养 往往与他们都是有一段不可分解的缘分 比如说我之前有拍过一期Vlog是探访一只网红熊 史基潘 而所养他的夫妇就正是从一个猎人手下把他救下的 不过后来这一传统就被姐夫打破了 在2019年他颁布了新的法规 名利禁止了以后不允许在家中养猛虫了 首先做一个小调查 在家有半裸习惯的请弹幕抠一 没有的就抠二 我是个南方广东人 我们家的习惯是在家穿着睡衣 再狠一点也就脱掉上衣吧 但在俄罗斯人年轻群体当中 他们是特别喜欢在家半裸 睡觉的时候半裸 吃饭的时候半裸 打个游戏看个电影都喜欢半裸 反正只要在家呢 就喜欢穿着内裤到处走 一个人住到没什么关系 但是还有其他人在同一屋檐下 我表示还是难以接受的 你们呢 有一次我的俄罗斯色友 他身边了好几天 吃药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晚上他也不知道从哪 就掏出了一套打针的工具 放在我面前说 帮我打针吧 嗯? 虽然我和他同色友也有两年多 关系都挺不错的 但是让我摸着一个男的屁股 然后扎针 我觉得 那么最后找了一个他的朋友 来到宿舍 两个人合力的就完成了这一壮举 那么当时呢 我就在旁边看的 那个画面感 你想 你细想 想不出来也没有关系 其实俄罗斯人在家打屁股针 还是很常见的 虽然挺迷惑的 但对他们来说 日常操作 俄罗斯妹子冬天特别喜欢穿裙子 原因很简单 就是暧昧 这和他们历史上的一位女大帝 叶卡杰娜有关 故事很长也很精彩 感兴趣的话可以弹幕刷衣 人多的话我会专门做一些视频 和你们分享 反正呢 大帝说 女生要爱妹 久点录大腿 所以在莫斯科冬季下着雪 刮着风的街上 你放眼望去 就能看到几条光秃秃的大长腿 在街上走着 我觉得挺不错的呀 反正 人都不是我 在现有金社会 女生抽烟也不是什么新奇事 但是能做到上至60岁老太 下至18岁学生 抽烟比例6比4的国家 俄罗斯绝对是一个 我刚在这边留学的时候 就特别迷惑 为什么这边女生这么喜欢抽烟呢 就答我们班举例吧 我们班大概有25个女生 其中就有7到8个女生是抽烟的 这和她们的文化有关系 女生抽烟被形容成了独立 时尚个性的一个形象 手里拿着烟老娘在修仙 但不过无论是男言明还是女言明 在俄罗斯的大多数人都遵循一个 不影响他人为前提 这一点值得点赞 OK这就今天的视频 迷惑行为并非贬义 只是各个国家文化上的差异 其实中国人也有很多行为 因为在俄罗斯人眼中 而且特别迷惑跟不理解 想看的话 请用三连支持和关注我的频道吧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哦对 俄罗斯疫情也严峻起来了 请大家也要照顾好自己 注意安全 拜拜